印度又玩坠机节目,国产低空杀手破奖摔了个狗坑屎。 在印度军队中,飞行器出事已经是相当常态的情况。 如果几天没有相当消息,可能还会让大家感觉到不适应。 不过相对于机人王的严重事故,在本周五发生的这次陆军北极星直升机迫降已经是相当给面子了。 从现场的画面来看,这架北极星又起落架可能已经断裂,插入泥土中。 不过整个机身的损伤到并不大,可能是始发时,直升机的高度不算太高。 北极星ALH,先进轻型直升机,是由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在原德国MBB公司, 现欧洲直升机德国公司,的协助下研制的单选一代为奖的双发多用途轻型直升机,又称为DHRUV。 该型直升机可分陆军型,空军型,海军型。 该机目前已经大量装备印度三军。 其武装型号称为RAGLA-路德拉。 这次迫降这款直升机就是武装型的路德拉。 该机主要的作战环境是喜马拉雅高原,其机首加装一门M621型20毫米机炮, 两侧挂架下共设四个外挂点,可加装反坦克导弹及火箭发射潮,甚至还能加装西北风型空空导弹。 从纸面性能来看,该机还是相当不错的不比其他中型直升机差。 按计划印度斯坦航空公司将生产76架路德拉,其中印度陆航装备60架,组成6个中队,其余16架将装备引渡空军。 这架路德拉武装直升机扩降的地点位于焦特布尔,这是印度西布拉贾斯坦邦的第二大城市。 距离巴基斯坦边界不远约300公里左右,基本上属于以前部署状态。 鲁德拉武装直升机的航速为每小时290公里,其转场航程为870公里,也就是说如在战时,位于焦特布尔的鲁德拉武装直升机不用一小时就能飞底边界。 鲁德拉武装直升机。